梅西仍是西甲的王梅西状态继续火热,对瓦伦西亚的比赛,巴萨 虽然未能获胜,但他没有错过与进球的约会,他用梅开二度帮助球队 获得一场平局,巴萨踢了半个小时后,90比2落后,赞比赛第三 九分钟,梅西罚中点球,这是他本赛季第二失利联赛入球,梅西成为 西甲历史上第三位打入50利点球的球员,仅次于乌戈桑切斯武 六个点球和西罗61个点球,进九场比赛连续破门共计打入一 一球,这也是他自2012年12月到2013年1月以来,首次连 续九场比赛进球,梅西为巴萨扳平比分第64分钟,再接到比达 而传球后,梅西面对数人防守禁区湖边缘果断射门,皮球窜入左下角 比分变成2比2,梅西本赛季西甲打入21球,这个进球让巴萨拿 到了一分,从20809赛季开始,梅西已经连续11个赛季连 在进球数过20,前10个赛季他的联赛进球数分别是23、34 31、50、46、28、43、26、37和34,而他已经27 自攻破瓦伦西亚的大门,从去年12月16日对莱万特的比赛起 梅西在参加的每场比赛中都有进球,对莱万特他上演帽子戏法 之后塞尔塔、赫塔菲、埃瓦尔、莱万特国王杯、莱加内斯、赫罗纳 赛维利亚国王杯、瓦伦西亚都成为了他的牺牲品,这也是梅西 第三次做到连续8场西甲比赛都有进球,梅西连续11个赛季进球2 零各项赛事,他已经为巴萨打入了581球,其中点球是67 各,这场比赛的点球也是他对瓦伦西亚罚入的第6个点球,本赛 继各项赛事,梅西27场比赛为巴萨打入29球,西甲打入21球 古大联赛第一位联赛进球超过20个的球员,值得一提的是,梅西在 西甲还有10次助攻,这又排名西甲第一,最近16场西甲比赛,梅 西不是进球就是助攻,他上次在比赛中没进球也没助攻是还是在去年 9月份,很显然,梅西在踢自己的联赛,而其他球员踢的是另外 的联赛,而巴萨也越来越离不开这位巨星,E1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